分享切地角技巧 大家好,我现在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重新来 重新来 大家好,我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切地角的一个小技巧 像这种地角 像这种地角,按照正常来说 我们这个直边对直边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原来的地角拆下来 原来地角是到这儿 是到这个高度,跟瓷砖是一样的高度 没有问题,搁在这儿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现在我们铺了新的地板 然后呢,放地角的时候 我们要比原来的旧地角高一点 这样的话,是做起来操作比较方便 因为原来的地角拆下来,这儿都有痕迹 所以用新地角盖老地角就会要高一点 不管高多少,只要高一点就行 那么高一点的话,如果还用原来的办法 放在这里的话,放在这里 比如说,那么这边 这个边就是没有油漆 或比较简单 给人家感觉是特别的生硬的就抬起来了 这样的话不美观 那么现在我的做法呢 就是做成了这种两个part 合在一起 大胜coking,某某油漆 这等于是成为一体 都是圆边 都是圆边 这样的话很美观 具体怎么做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木板在这儿 先这么切一刀 这个状态就是 这样 这么切一刀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这样的形状 这么切一刀 然后这个角是怎么剁的呢 还是用这个木片来举例 还是在右端 这个是我切好的 这么切一刀 反向切一刀 把这拿出来 把这拿出来 是这种状态 是这种状态 对吧 给它一对 一对 这样的话 这边是圆边 这边也是圆边 这个呢就很美观 尤其是在这种 比较过度不太理想的情况下 这么做是 我觉得这样的效果是更好一些 是不是这样 拆开 这是原来的 整个地角是这样 把这切一刀 切一刀 一变 就好了 好吧 就这样 OK 再补充一个知识点 就是刚刚说的 你看这是旧地角 这是没拆之前的 然后拆了之后 墙 原来的地角的高度 中间就很粗糙 粗糙的话 不需要多多的解决 拿一个新的地角 这个是新的地角 这个是旧的地角 新的比旧的要高一点 高一寸半寸都无所谓 然后一盖 一盖住之后 打coking 打coking就很完美了 对于工作来说 效率是很高的 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就这样 OK 这个呢 就打好胶了 就很漂亮 是吧